主动色烈焰不停往上狂烧 推势工厂内部 厂内设备几乎全部烧空 由于大火狂烧 火场温度太高 担心屋顶塌陷 消防人员撤离 出动自走式机器人 接近火源涉水抢救 这一起大规模的工厂大火 共出动82车 220名人员抢救 人员抵达现场 使用破坏工具锯掉铁门 多部消防车部署9条水线 全力灌救灭火 西北泰山南陵路 南亚塑料工厂林口厂区 突然冒出大火 索性当时厂房里头 没有人员受困 最了解现场为五楼RC建筑 火在一开始传出三楼有火式 猛烈燃烧下 整栋厂房全面燃烧 期货位置是制作 临时塑胶带内磨工厂 存放大量成品及原料和纸箱 期货燃烧 面积达2857公尺 大火一直烧到天亮 还是难以控制 持续燃烧 大量农烟不断在天空扩散 西北市长侯友宜 直接到现场了解 里面是一个品区 环保机查人员监控空气品质变化 虽然未减出有二氧化硫高浓度反应 不过燃烧的恶臭味 已经扩散至泰山五谷林口 三重新装甚至影响到桃源归山 民众出门一定要携带好口罩 再加紧闭门窗 额两百多位打火弟兄 也要全力将火势扑面 并离清真正的起火原因 记者 您是缸里停息 新北采访报道 新北采访报道 新众接驾 争嫌恐后 警方使出人海战术 双方拉扯下 终于冲出彰化一级战区 民生地下道 大甲妈绕境遇到廉价 人潮暴躲到达彰化 民生已经凌晨一点四十分 逼表弟时间延迟七小时 堪称史上最晚 会避免强叫冲突 警方动员六百民警令 让大甲妈绕境 第一天平安落幕 才能理性夫妻 带着六岁儿子 在路边发送饮料 看板写着妈祖保佑 才能从强政全身而退 劫后余生的一家三口 共同站在田尾路旁 展现笑容 感谢强政后 他们还能拥有彼此 在队伍里面 看到大学生酒团绕境 但背着的纸板 不是鞋上热血标语 是自己学校 受花莲强政校舍 惭悔的消息 我们上节礼的方式 为东台 为花莲祈福 二十九岁的肖先生 也虔诚徒步 发愿跟随妈祖绕境三年 身上有两种罕见疾病的年轻人 从小收到妈祖的熏讨 今年决定踏出人生 第一次的绕境体验 在前一天晚上 绕境中出现一个小小的 特别生意五岁的李姓小妹妹 带着呼吸器不时抬头 跟爸爸一起一心祈祷 大家妈赐福 我因为先天疾病 我把他平安的 妈祖听到父女俩 他们新生特地停轿 为孩子加持钻轿地 也希望小妹妹能够摆脱呼吸器 恢复健康 记者中部彰化猜风不倒 行车进入期排下 前方一辆轿车 突然轨切猛撞 左边车辆 休旅车被撞歪车 声窍45度冲到对象 两轮离地滑行 差点翻车 他这个样子 不知道他刚突然往左 后方目击驾驶下傻 轿车想切就切 完全没看车 休旅车轮胎离开地球表面 撞到差点翻过去 肇事驾驶还一脸尴尬 挥手道歉 高雄这驾驶也很夸张 路口飆速回转 猛拉方向盘反方向冲进轻轨轨道 暴冲撞断路数 驾驶S型乱撞 闯祸后却跑了 阻碍轻轨通行 请寻透医违反公共违宪 肇事逃一等罪嫌 移送法办 居然是酒驾喝到0.74 心虚迁禧女朋友就跑 还被发现挂别人的车牌 酒驾照逃多项违规 最重要罚46万 这下事情可大条了 屏东这糊涂驾驶暴冲往路边撞 早倒旗帜没停 往前滑行 又撞进机车行才停下 轿车加速惊险躲过 机车也急煞 差点就撞上 感觉像飞机撞进来一样 落大声的 开车没注意左右来车 撞到差点翻过去 酒驾S型乱撞 弄到咪咪貌貌 惊险车祸让人捏把冷汗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戴立冠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